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日本語博客的Jack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Jack 本單位要為同學講解的是 大家的日本語第十四課 文法快速複習 好,那我們這一課呢 第一個我們要複習的就是 動詞的貼型 那這個呢, 我們這邊就不再一一敘述了 這個同學,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你的課本 或者是資料複習 當然, 或者是也可以參考我們 輔助學習系統 去做更完整的一個貼型的複習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句 すみませんが もうすこしゆっくり話してください 好, 所以前面的這個 すみませんが 這個が呢, 那這邊它是 跟けれども是一樣的 那它有幾種用法哦 好, 基本上都是連接前後兩句啦 只是不同的情況下 意思略不同 那我們這邊呢, 是做一個前置的一個用法 就是前情提要 在進入你的正題之前呢 你先做一個這個開場白 開場白哦, 做一個開頭 才不會讓這個 繪畫太過的這個突兀 好, 所以像這邊這個すみませんが 就是, 你先講一個不好意思 作為這個開場白的意思就對了 後面這個もうすこし 我們這個もう怎麼樣呢 這邊是零號音哦 所以不要念成一號音的もう 一號音的もう是已經的意思 那這邊是もう加一個數量程度 代表再更怎麼樣的意思 所以もうすこし就是再更一點點 那ゆっくり是這個慢慢的或優在的哦 後面那個話してください 我們這邊是貼型的應用 貼型加ください 好, 動詞貼型加ください 有請求要求的意思 好, 所以整句喝起來就是說呢 好, 不好意思 請再稍微說慢一點 說慢一些的這個意思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句 せんぷうきをつけましょうか 好, 所以せんぷうき呢 就是電風扇 那這個つけましょう哦 它是つけます つける的這個意向型 但是它是靜體的意向型 我們把つけます 的ます改成ましょう 就靜體的意向型 那這邊呢 因為它是靜體的意向型 所以它主要是用來表示 勸用或建議的這個意思哦 不過呢 它是含有主語意志的哦 也就是說呢 做這個動作啊 做這個せんぷうきをつける 做這個開電風扇的動作呢 基本上就是 講話的人要做的這個意思哦 因為意向型就是 含有說話者的意志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 就說開電風扇吧 那只是呢 在後面它加了一個這個卡的話呢 卡是表示一個疑問 或者是不確定啊 不定的一個這個注詞 也就是說講話的人呢 雖然想要這麼做 但是呢 他覺得對方不一定 不一定就是也想要這麼做了 所以呢 他還是要稍微去問一下對方哦 所以這句話我們可以翻成什麼呢 我們就可以翻成說呢 我開個電風扇吧 或者是開個電風扇好嗎 就基本上我是要開的 我的意志是要開的 但是我顧慮到你的感受 所以我還是有問一下 我後面加一個卡就是 我還是稍微問一下你哦 我這麼做好不好呢 帶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禮句 カリナさんは今スマホをいじっています 好所以這個カリナさん怎麼樣呢 今是現在 那スマホ是這個スマートフォン 這個智慧型手機的一個縮寫 那後面這個いじっています 它是由這個いじる 這個字呢 這個動詞呢 代表這個玩弄的意思哦 那後面這個ています呢 是動詞提醒加いる 好的這個動詞提醒的很重要的一個應用 所以ている呢 有好幾個用法 那像這句當中呢 畢竟前面已經講了 今這個現在這個字哦 所以呢 而且這個いじる 這個玩弄是可以持續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代表說這個ている啊 是動作進行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它正在玩弄的這個意思 好 所以什麼叫做正在玩弄智慧型手機呢 其實中文我們就可以直接翻成 這個カリナ 好像正在滑手機哦 所以我們平常講的滑手機 好這個日文就是用這個いじる這個字哦 所以いじっています 代表正在滑手機的意思 這個字幕使用的是用力支配器 為我們在擁有的一段時間 就記得按個詞 這個形式的按詞 我們在做一個詞 這個按詞 我們在做個字幕上 我們在擁有的 那個字幕會選擇 這個文章 我們就不介意